原来的就是说原来网页大概长这样了 可是你不能说直接把网页都放在手机上面 其实这样的话看起来会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符合那个就是手机的画面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他 改成一个APP 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完全符合手机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部分的请各位呢先试试看 我们做出来类似像这样我看一下 往往有做一个完成的一个APP出来 那等一下再秀给各位看一下好了这个地方 那请各位先先把那个档案先下载下来 等下再来看那个102怎么样做直接这样预览 其实非常不方便而且字太小了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把它切成好几个页面 然后这几个页面的话可以什么 这互相可以连结嘛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出 利用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翻例延伸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就是说如果 我要把它分页的话 基本上 这个可以一页对不对 这个可以一页 这个可以一页 然后这边又一页 OK所以底下有三页 另外再加一个首页 首页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类似 考生服务网然后里面会有123 三个页面可以做连结 所以做出来的话基本上可以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一个一个手机 那最好是什么上面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叫net bar 就是有一个 导览列 然后底下也可以做连结 这个叫list view 就是 但你不要用那个项目符号 因为项目符号 我讲过项目符号 点不好点 你们可以用button 比如上礼拜讲用button 或者是你可以用list view 可以让人家比较方便去点选 另外的话也可以什么 点击他之后的话 可以跳过来 然后可以上面有一个类似回上页的效果 甚至底下你还可以再增加按钮 可以让人家往下跳页 这各种的效果可以 把它加进去 那要怎么做 我想我们陆陆续续来看 那首先的话 也是一样 请各位 第一个就是 把旧的网站先关起来一下 这个先 刚刚的这个这个 第一个app 我想你就先 先 把它 也不用关闭了 你就直接在上面在什么新增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 请各位给他一个名称好了 我们简单一点叫102的app 名称就是102app 放在哪里呢 我是把它放桌面上 如果说你担心 将来 电脑会还原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 前面路径 你可以把它改成 到你的随身碟 OK 那我是把它放桌面上面 好 再来的话按 储存 储存之后呢 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网站 新的网站里面现在是没有index 也没有相关的档案 对不对 请各位 再把刚刚下载的那个 就是我们不是有 下载的范例 这个时候我觉得